而且我们刚才我们讲到尊严劳动 这四个字 现在台湾的劳动环境 我们刚才看到 在门口抗议的人潮还是这样子 但是我们已经要讲到这个人权 讲到争取尊严 有走到这一步了吗 这批劳工团体 他们到劳动部的前面去抗议 其实他们到底是真的什么 为什么今天劳动部升格了 他们没有感受到 对未来的一个期望 反而是表达出不以为然 不信任 是 我想我们如果说不健忘的话 台湾的劳动法令 在历任的主委的努力之下 已经建构了相当不错的劳动法令 但是我们也可以来看到说 雇主托法违法的事情 还是层出不雄 这法如果托法难以自行 可见管理机制上 还有许多可以再强化的地方 那今天政府有这个保健 他却拿在手里 不会去用的话 那就等于就说 空有保健 而难有施政作为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了说 我们可以看很多劳工 今天抗争的很多劳工 他们的退休金没有拿到 这是谁的责任 是政府明文规定 雇主要提拨退休金 那为什么没有落实 而政府没有去管理他们 那另外一个 很多职灾劳工走出来 他们因为工作环境 让他们形成了残废 那是工作环境上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去 有一个很好的管理机制 去落实它 我们的法令上 都有这样的规范 但是为什么还会有 层出不穷的这个案例 发生出来 可见就是说 我们固有法令 政府应该加把进程 是落实法令 先把法令落实之后 我们再来谈其他的尊严劳动 空有保健 却没有用 是的 这就是很可惜了 是